新华社华盛顿11月15日电,为纪念远东国际军事法,停在东京宣判,二战期间,日本主要战办70周年,美国国家档案馆15日,完展映了三集中国电视纪录片,东京审判,东京审判,制作方上海广播电视台,副台长颂九名,在展映仪式上说,为纪念这段历史,一是雷剑,维护和平,舍制作过去四年,年转美,日,德澳等地,通过大量第一手素材和对专家,心理者,以及后人的采访,运用详实的镜头,以平和, 的叙述方式,展现,这长实际大审判,美国国家档案,管内计,录片设置提供了有力支持,管藏的许多珍贵宾审资料,通过纪录片,得以首次于诗人见面,扑说美国国家档案,管展映纪录片,东京审判,新华社当年远东国纪军,是法庭,中国法官,美乳敖的子女梅小凯,梅小敖,以及中国检察官,向德郡之子向龙墨灿,加了展映活动,梅小凯说,他父亲生前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, 我不是不求主义者,我无疑于,把日本军国主义献下我们的血债血,在日本人民的账上,但是我相信,忘记过去的苦难,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,他希望人们通过观看纪录片,能更加珍惜来之不一的和平,并为全球和平而共同努力, 胡说,美国国家档案馆15日,完展映了三集中国电视纪录片,东京审判,新华社东京审判,以纪录片形式回顾了1946年至1948年,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,日本尔战主要战法的过程,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关键正人约翰,马吉,贝德氏等出庭作证的士兵档案,2016年12月这部纪录片在新加坡,获得第21届亚洲电视大奖,最佳系列纪录片奖,徐建梅,金月伟, 致之交绚,毫无论写列纪录片,从南京大屋振下来的编詐,导习纪录片,由于将冠军事法庭的世纪与法庭作证的写识和流传代文兆议设议。